歌神張學友由前年開始的 新一輪世界巡迴演唱會 已經累積到157場 這日他在台灣舉行歌唱 就吸引了不少朋友現身支持 包括劉嘉玲、梁朝偉夫婦 周杰倫、坤寧夫婦 邱淑貞、曾智偉、楊千華等等 這麼多朋友來捧場 學友當然不可以失威了 而學友令自己不失威的方法 竟然在開展前吃多點東西 從前少吃一點可以唱得好一點 現在少吃一點唱不出來 很奇怪 這個我其實跟譚詠麟研究過 然後她說 對耶 像我吃不飽唱不出來 那我想可能 這個還是跟體力有關係吧 就是現在年紀有一點了 但是跟從前 從前根本那種體力是 好像無量的 無止境用不完 然後所以你根本不用吃東西 你愛唱就唱 那現在少吃一點 你就覺得 哎 立在哪裡 找不到 這個是現在我跟從前發覺的不一樣的地方 學友就算吃多了身材 都依然那麼fit 認真不容易 不過說到最令觀眾覺得驚喜的 都一定要數到學友的一字馬 我是後來 假嗎 其實我突然間 有一兩場在巡演的時候就做了 然後大家 反應很好 然後好像從來沒見過 我終於是馬上看見了 我以為我自己從前錯過了 沒有什麼戲棋的 然後原來很多人都沒看過 對 然後或是在報紙上看 跟在現場看到我下去的時候 又不一樣 然後我真的是看到 有些人看到我下去的時候 真的是這樣 就是很驚訝的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 就也沒關係嘛 就反正我還是有練嘛 對 那所以就嚇一嚇 讓大家有一點驚也好 對 喜也好 買到飛入場看show的觀眾就真的有福了 因為學友一向都對自己很有要求 凡事都希望做到最好 當然演唱會都不例外了 已經夠好 你留一條生路給別的藝人好不好 你還要怎麼叫更好的張學友 我想 其實我很小 很小的時候就希望自己做一個好一點的人這樣 然後這個其實到 如果大家可以翻譯一下我過去的歷史 就會找到 我的目標是希望可以做一個好的人 然後這個好其實是從各方面的 希望自己每一樣東西都可以好一點 這樣現在是在表演上面而已 那我希望自己可以表演好一點而已 這跟其他人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然後純粹是一個個人的喜好 一個自虐的 自虐的自虐的過程 學友對自己的要求精益求精 他還預告明年就會回香港開Show 相信到時又會掀起一陣搶飛熱潮 雖然會追蹤 ',我們就特別找到 我喜歡 從他我們說 看 我 老 我們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